中时民调这个有67.7%的民众认为 苏家全的农舍应该马上拆除 另外还有超过40%的民众认为这个农舍是非法的 让我们来看看旺旺中时独家民调 民众对苏家全的农舍怎么看 沉一文从日本回台湾 护手苏家全亲自去接机 不过笑容有点尴尬 因为她的农舍议题已经成为蓝绿工房焦点 今天就是因为贪小便宜 然后你今天就是因为用农地来盖农舍 所以你才可以盖一个这么大的豪宅在那里 那为什么一般人不行 就是为什么这个东西是违法的 就是因为农地它有很多特殊的优惠 他希望这个农地能够用来做农作 而不是用来给你盖豪宅 那你今天等于是有点得了便宜还卖乖 没有啊我这里很便宜啊 跟台北市比起来很便宜啊 当然啊如果台北市这些地通通变成农地 你看是不是通通都很便宜 苏家全的农舍合法吗 旺旺中时独家民调 百分之二十四点三的民众认为合法 不过认为农舍非法的高达百分之四十三点六 而农舍事件对苏家全有影响吗 只有百分之六点七的民众觉得有正面影响 而对苏家全观感变差的多达百分之四十三点三 苏家全在第一时间他如果说啊这个东西确实有一些疏失 那他们也会配合一些相关的法令 或许大家骂个三天可能会过 可是就是因为他第一时间说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而且在第一时间他曾经治理过的屏东县政府 一字排开全力为了他来掩护 那就表示说那你没问题吧 那没问题那大家就双方就对证了 蔡英文到机场有人送上鲜花表示支持 不过农舍事件对蔡英文也有影响 往往中使民调认为有正面影响的只有百分之八点四 不过认为对蔡英文有负面影响的数字多达百分之五十四点七 而农舍到底该不该拆 百分之六十七点七的人表示应该马上拆除 苏家全他当过父母官 地方的父母官也在过农委会 那这么久他都不觉得他有首饰 主管的法律有什么不清楚吗 你现在才告诉我们不清楚的话 我觉得有点晚 苏家全农事争议民众怎么看 中间全新政论节目 主持人赵绍康以最新民调 让民众话套套 中心位黄明君林波瑜台北报道